这个五轮青云通学步道能够整修 当地的五轮里长说 真的要感谢许多政府跟民间的单位跟地主 大家同力合作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跟民政处的支持下 让这个通学步道能够顺利启用 造福当地的学子 让家长跟五轮国小校方都相当的感恩 而这个启用仪式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长秘书 前后任的安乐区长 社区爱心志工 在地的社会贤达等等 都到场来祝福 这是一条我们学生同学的步道 那经过25年都无法整修 就磁砖也都剥落了 那长了很多的青苔 那我用了四年的时间 因为卡住私人土地都没有办法整合 那我经过四年的奋斗 一直去找国担委 跟他沟通 跟输人土地入住 跟他拜托 拜托跟他当年之后 我们这开始去找经济 对啊 找经济 这又开始征修 由于做法包这样子 我敢在这个暑假期间把他施做完成 那再来九月份就要开选 那个学生跟家长就可以一个安全 到学校的一个通行 无语的一个 安全无语的一个通行的步道 是经过了我们李文才里长 经过多年的一个争取 那终于在今年可以顺利的完成 那总经费是一百多万 那我想过去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的设计跟铺面 所以导致这个阶梯经常会有人跌倒 那整个排水系统也非常不良 后来在里长的争取规划之下 重新设计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阶梯 其实非常的壮观 那个我们那个里长柴哥就是很用心 就是本来我们从那个 那个就是之前柴哥用那种艺术设计去盖 结果做得更好 就是用这个大众功能的为主 大家很干净舒服 然后又大方 然后整个安全性又加强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里长他非常用心 在这个功能的细节 每个零零层 我觉得这个是最了不起的 刚才好像没有看到 可是做得又很特地 很细腻啦 而且还考虑到学童跟 跟健康病状者的 所以说小朋友上下学出入 这种阶梯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那尤其基隆又多雨 所以说常常这个阶梯 如果说他状况不好的话 生青胎啊 然后很容易滑啦 还有扶手可能不稳啊 这些问题其实对小朋友来说 都是蛮直接会面临的问题 这个楼梯是所有的市民跟学生毕竟路线 那今天很感谢市政府 花了一百多万将整个阶梯做一个整体的改善 让所有的学童跟行人的通行更加安全 目前五人青云通学步道启用之后 在地的爱心志工都会固定来进行打扫落叶 以避免造成楼梯失滑 提升学子的通学安全 记者黄志生 基隆报导